另外总统蔡英文今天下午也出席了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新书发表会 现场回忆起两个人相识共同打拼的日子 甚至主动谈起两个人当初是党内总统初选的竞争对手这段过往 整场的新书发表会两个人京剧连发 也斗得现场与会人士笑声不断 熟悉音乐一下谁的主场一幕了人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新书护国四年感谢慧蔡总统可不敢缺席 这压力好大 为了这一场院长打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 我跟他曾经是竞争对手 还记得我找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有人还认为说这两个人大概不到两个礼拜就会打起来 从竞争对手变成最佳拍档蔡苏心结就此分篇 不过斗嘴坏习惯可不能马上改 总统也是人他也会有发脾气的时候 有时候不要发那么大的脾气 院长心情的好坏是整个团队的心情的指标 两人到底谁脾气差一同打拼的工作伙伴最主动 其实苏院长很少带行政院大生 你知道无生胜有生 独有困难的心要冷静 要充饱 笑我不能学在领上 但是我现在后来看看苏院长也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常常这样 他也会爆条如脸 谁脾气差答案呼之欲出 不过感谢慧现场更有当年与苏院长共同合作的各部门部长 一同回顾拼出来的精彩四年 四年的合作我终于了解说 復古的作用这是我人生最大也最重要的体验 一千四百七十八天的行政院长横跨两任蔡总统任期 蔡苏体制已成过去式 但两人友谊却是现在以及未来式 静讯王婉婷婷 蔡芳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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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